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增他就是一个管理的高手 我师父是个神经病 吸里吸外的神经病 自嗨已经 这不是就踢个秃头吗 踢了以后问我 你看我这发型怎么样 我说你这发型不错 你应该做个颜色 这个孙悟空就是特别的痞 比较暴躁 会有一点更坏 整个黑社会 哪一天搞不好 还得把我给杀了 把我给吃了 他和唐生 他们俩都是要饭的 这次秀 那补丁啊 二十里就特别特别简 但很有意思 欧洲西方国家的那种 好吃 好吃 好色 地板上就是看到没你就不喜欢 化妆都要 基本上要蹲下来给他们做这个事情 我们在拍的时候就常常就 你要看到八代的话就看不见其他 要看见其他你就看不见八倍 咱这戏里的沙僧啊 他也是脾气古怪的 莫名其妙的就会跟你发情绪 那边都已经遇到妖魔鬼怪 他还在纠结他做的那个饭 猪都玩好了 还出来吃这些垃圾 好个屁啊 我就算正常了 你们这后面才鬼啊 八三小时录着呢 好 八三小时你稍微定一下 好 好可以可以 OK教练最好了 OK 可以不用定了 你光点你不减 我乖了我能下子来吧 我能下子来吧 我能下子来吧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